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 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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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明明开通了个人短视频的平台 在微信视频和YouTube上 搜索明明在美国 抖音小红书和TikTok上面 搜索明明信箱就可以找到我的短视频了 那么最近看我短视频的朋友 真的是不少 因为上个周 周六 我正好去参加了这个 安稳保险的 乔迁新指的仪式 这个安稳保险 大家一定都很熟悉 杨德青也经常做客 我们电台的大家谈节目 他呢 陪伴我们电台的成长 真是过去的十几年 近二十年 从他们的这个 安稳保险成立至今 杨德青先生个人呢 也真的是为乔社和华裔的社区 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大大小小的活动 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而且各大我们 尤其是华裔的一些活动 他也都有赞助 杨德青本人 我们真的是有口结杯 所以呢 跟大家先报告一下 这个新闻 上周六呢 这个安稳保险 就从原来 他们在美南新闻 后面那个楼里的办公室 搬到了敦煌广场 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都经常去China Town 去中国城了 你去中国城的时候 去敦煌 大家都知道明星兵谷嘛 明星兵谷的楼上 你就看见大大的安稳保险的四个字在那 那四个字下面就是他们的新办公室啊 如果大家有什么保险的需求 就可以直接从那上楼就找到他们了 因为以前在美南银行后面那个办公楼里 在二楼呢还要拐来拐去 有些人进去不太容易找啊 现在这个位置在中国城敦煌广场二楼 非常方便 那么这个给大家报告一下当天的状况 这个上个周六啊 天气还格外的热啊 这个上个礼拜本来天气凉快几天 这两天气温又回升了 所以上个周六天气是格外的炎热 大部分嘉宾都晒在太阳底下 即使是这样 不管是国会预言无言之啊 还有一些其他国会预言的华裔代表 七数到场来庆祝这个安稳保险 乔迁新居的这个仪式 而且杨德卿还大手笔啊 这个仪式完了之后就请大家吃饭 你知道请了多少人 杨德卿确实是就像我说的 大家对他有口结杯 人品太好了 来了至少有两百人吃饭啊 然后我们在百利就中国城 前面那个夫妇餐厅大概有一百三四十人 然后在旁边的那个香脂香味又有六十多人 所以大概有两百人同时吃这顿饭 然后我周六去了嘛 一是杨德卿请我去 第二呢就是我有空的时候 我也非常想见我有很多好朋友嘛 像张晶晶啊 还有这些realtor啊邻居啊 就是我们平时有时候各忙各的 大家也见不到 在这种活动呢 第一杨总杨德卿这个非常好的人 大家都要去给他道喜啊 送盆鲜花 第二呢就是在活动上 我们一些老朋友好久见不着了 大家能见一见 还能够认识新朋友 所以呢这个周六真的是忙活一天 那中午大家吃得非常高兴啊 然后杨德卿也是忙的呀 跟带着太太 前面因为这个夫妇餐厅有130人 这边招呼啊各个桌 再走到那个香脂香味那边 六十多个人又去招呼 哎呀真是忙啊 然后两口子非常辛苦啊 所以后来等到活动快结束了 杨总才坐下吃一口面 哎呀真的是辛苦 然后我们大家还跟杨总开玩笑说 因为当天我们嘉宾 包括杨总身上都别这红色的玫瑰花嘛 就是那个嘉宾的玫瑰花 我当天也是穿了红色的衣服 很多嘉宾都喜气洋洋啊 乔前新居嘛 去为他去庆祝 然后大家还开玩笑 杨总 我们怎么感觉今天不但像乔前新居 就感觉是来到参加你的婚礼一样啊 大家都开玩笑 然后杨总也特别好 特别有意思 挺害羞的 他太太也说 可不是嘛 我们当年结婚的时候 哎呀那没有多少人 那时候也没什么钱啊 这真是也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就开玩笑说 今天乔前新居也庆祝你们 这个结婚多少多少年的 这个anniversary 所以就宾主敬欢吧 然后呢在我们很多朋友坐在一起 大家就是你知道在中国城 在休斯顿生活多年以后啊 就是我们这些媒体人啊 或者是像这个各行各业的这些朋友吧 大家都认识很多年 就慢慢这个人怎么样 人品怎么样 年头多了 大家心里都有数 谁呢在外面总坑蒙拐骗 哎呀我跟你说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没几天大家就都知道 然后你这个人偷奸耍华呀 说话不算数啊 你这个人神经病啊 今天约了事儿 明天就就这个不 把你当回事儿就不靠谱啊 就是不得信任啊 就这些事情 大家就是时间接触久了都知道 所以呢当一个人接触久了 你的对他的口碑都很好的话 哎经常就说明 这个人真的是做人很好 那么安安安保险的杨泽青 这杨总真的是大家有口节碑 看到那个忙里忙外 请大家吃饭 我们贝蒂也就说 这真的是杨总非常的辛苦 然后人品非常的好 各大我们社区的这些活动 要人出人 要出力出力 要出钱出钱 有口节碑啊 就这个保险业的老黄牛啊 我们也说杨总老黄牛 工作也非常的辛苦 然后我们媒体界呢 一些常年的媒体和记者 大家也非常熟悉啊 像铁媒 我们也是各大活动 因为我们都是记者媒体嘛 经常都能够碰面 听过我前面节目的朋友 可能知道那个 这个 这个华人网的那个 王福生 记者已经58岁不幸 就突发心脏的疾病 就离世了 所以我们这些朋友们 当年就是今年也是 非常难过的把他送走 然后大家坐在一起 也是非常有同感的 就是说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大家有空的时候 多聚一聚 而且要保护好自己健康 都人到中年了 尤其像铁媒一样 跟王福生 他们当年都是那些 就是我给他们起外号 我说你们叫媒体的这个劳模 劳动模范 就是各大活动都去参加 我是属于那个懒人啊 能不去就不去 感兴趣的去 现在去呢 都是你像杨德卿 这是好朋友 大家也认识很多年 人品不错 一定要去支持 第二呢 就是我现在在这个 休斯顿的这些媒体啊 还有认识的这些好朋友 我们在活动上可以见面 我有很多闺蜜 所以我现在很愿意去 因为去了 可以跟闺蜜们就是见见面 聊聊天 然后闺蜜们也很开心 我们平时约 大家都很忙 经常就约个午饭 都一个月都约不上 在活动上就自然而然 都碰到了 我们又可以坐在一起 聊天吃饭 所以上个周六 就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呢 我们这个各个媒体人 大家也都是 这个越来越珍重吧 经过大家一起工作 十几年之后 珍惜这份友情 人到中年了 也珍惜这份健康 然后呢 也越来越喜欢 我们休斯顿的这个华人社区 我们德州中文台 也是一样如此 所有的工作人员 就是兢兢业业的 为大家奉献我们的节目 用心的做每一期节目 所以 就是让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有这种家的感觉 有这种非常方便的一个生活环境 所以呢 这个安稳保险的新闻 就给大家报道到这儿啊 大家有什么保险的事情 要咨询安稳保险 除了打他们电话呢 可以现在去他们的新职 就位于中国城百利大道上的敦煌广场的二楼 在明星兵股的楼上 那么说完了这个事情之后呢 就跟大家聊一聊吧 你说现在物价飞涨 今天啊 东西越来越贵 听过我上期爱八卦的朋友都知道 我最近投资度假屋 做LBNB开始 我居然在网上找到免费送的家具 而且是非常好的家具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床啊 是因为我这个第二个投资房 有六个bedroom 六个卧室 很多很多的家具 如果都买新的 即使是打折的新的家具 至少要这个一两万美元 这一下一买 或者是找便宜的几千美金 就用不了就搞定了 所以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现在物价飞涨 有一些钱能省就省 包括装修房子的时候 也有很多 我最近在翻修三套房子嘛 这个两套已经翻修完了 作为投资房 就发现这个装修里边 大家想省钱的方法也很多 我可能会在以后的节目里 跟大家分享 包括呢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英文 一定要学 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美国生活 英文不好 你就只能拜托家人 或者朋友帮忙 就包括一个地板 你就可以在网上设置 什么样的地板 又省钱 又经济 又环保 然后又能够比较 抗水啊 像我那些海滨的房子 都要买那种 抗潮湿啊 这个waterproof的呀 这个有一些水啊 你买石木地板 自己的家就别说了 怎么舒服 怎么来 这种出租屋 石木又不好打理 一遇水还变形 然后呢 还贵 所以就可以在网上搜索 哎 你就会找到那种 现在一些新型的 复合的地板 又防水 又不容易变形 又好打理 又便宜 那么 经济在现在的这个现状之上啊 然后物价飞涨的今天啊 省钱就是赚钱 赚钱不容易 能省钱就是赚了 所以最近看到巴菲特呢 也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穷人浪费钱的是 二件事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人到中年也好 还是我们曾经年轻的时候 像我们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单身的时候也好 一个经济的独立和富足 是你生活愉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你想想看 如果你不善于理财 或者是把自己的财务搞得很糟 借了银行的贷款 什么刷了credit card的以后还不上 你这个credit的破产 以后你买房也贷不了款 然后呢 生活拮据 不好好打理自己的钱 这个苦难 生活里大部分的不愉快都来自于此 所以呢 年纪越长 我越意识到 这个包括我的一些听众朋友 曾经给我发信息的 很多人生活里的 很多的压力不愉快 都是financial problem 在经济上没有计划好 策划好 没有想到生活 这个未雨绸缪 比如说突然车子坏了 大修一笔 要花一笔钱 很多人就一千美金的现金都拿不出来 还要出来借钱 借钱又借不到的时候 车子不能开 德州大家知道你没车寸步难行 所以那个那个愁苦的滋味 我有这样的一个一些认识的人 非常的难过 然后到处借不到钱 借到了以后 大家又担心你还不上 所以呢 这个名誉不好以后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财务独立 能够这个做财务教育 其实是实现长期财务 稳定生活幸福的一个关键 那么沃伦巴菲特呢 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 大家都知道 他呢经常这个年纪90多岁了 还参加这个财富大会 给年轻人和我们这些晚辈们一些 分享一些财富的一些观念 巴菲特的一个理论 就是长期投资长期持有 他早年买的一些股票啊 什么可口可乐 翻多少倍以后 他造成今天的亿万身家 然后他用赚来的钱呢 用他的公司啊 这么多年的投资 尽管在疫情期间 他非常谨慎和保守 并没有像其他的投资公司 大赚特赚 但是你要知道 这种保险保守的公司 就是可能失去了一些机会 风险的机会 但是他也降低了投资的风险 作为我们个人呢 其实我觉得沃伦巴菲特的一些建议 我们也可以好好地参考一下 我个人认为也是非常有道理 今天就爱八卦节目里 跟大家就聊一聊 好的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接下来我会为大家介绍 有关沃伦巴菲特 给大家的一些财务建议 好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上半段的告诉大家 我们的沃伦巴菲特 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尤其是不要浪费钱的12件事情 这个未雨绸缪 沃伦巴菲特本人也是身体力行 他还在住在一个很便宜的老房子 你想着都世界前级首富 多少亿万的身家的人 你是住个百万美金 那是千万美金的豪宅 那都是无可非议的 就这么有钱的人 他仍然是身体力行的 奉行着节俭 就像我们华人 其实老祖族们的这些祖训一样 不浪费金钱 这个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够用就行了 所以他自己一直住的老房子 开着也不是什么名牌车 所以他的一些建议 真的是非常中肯 而且自己也是身体力行 践行着这些 首先他建议大家 不要忽视个人的发展 投资自己 是你做的一个最好的事情之一 提高技能和教育水平 和健康水平 可以显著提高你的收入能力 和生活品质 而且没有任何人 可以从你那里拿走它 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中肯 很多人来一笔钱 先买一豪华车 车买到手里就贬值 你开出车行的那一天 你搁在自己家车库里 一动没动 他只要离开那个新车 一销售就开始贬值 你十几万买一新车 几年之内不开 就一半就没了 可是这个钱你如果投资在自己的身上 再拿下一个学历 比如拿下一个license 你不管是做什么的 你呢这个是你身体上的自身的一个本事 谁也拿不走它 就算你明天不小心出现什么财务的意外 或者是投资的失败 就算一无所有 比如说你有大货车的这个driver lesson 马上明天去开个车 一个月几千美金到一万美金的收入就有了 生活就可以无忧 所以呢要投资自己 然后呢投资自己的健康就更不要说了 你认为这个可能这个去健身上一堂课要花钱 请个这个教你打网球的教练一个小时好贵 你觉得这钱值不值得 但是如果你学会了 又像我就是曾经也付了不少的私教的费用 学会了网球 那么现在我打了就是近20年 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很享受它 而且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 就最有益于长寿和健康的几项运动 网球和羽毛球就排在第一位 因为球类的运动呢 一个是它不是你一个人的活动 像游泳你一个人好孤单 这个是有对手的 而且有时候双打呢 是一个teamwork 大家还要协作 这些东西是非常好的 又有情感上的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交流 然后球类的运动 乒乓球啊 网球啊 羽毛球 它这个球飞来飞去速度很快 你除了脚步要快 就是你全身的运动以外 你的眼睛也在跟着球动 所以我记得 这个京剧大师梅兰芳 当年为了锻炼自己唱戏的时候 眼睛的灵活程度 他是专门盯着那个蚊子 什么苍蝇飞 还有就是盯小球 就像乒乓球这种东西 这个眼睛 你知道人全身都是如此 不用则废 到了中年老年尤其如此 我现在有时候做瑜伽和那个普拉提 你会发现他锻炼的那种小肌肉群啊 或者是腹 这个大腿内侧有一些特殊的动作 你要是不去练这些东西 好像这个肌肉你从来都用不上 这个从来你不用的肌肉 你不用它就萎缩掉了 然后等到你需要用它的时候 你就不行了 然后等到你到60岁左右的时候 人到老年的时候 你就发现 这个运动和不运动的人 身体差别非常的大 我身边的一些闺蜜就如此 我们在一起15年的闺蜜了 我这15年 我是有长期运动习惯的人 每个星期至少两到四次的运动 很规律的 所以我现在出门钓大鱼 80磅的黄鳍 我自己能拖得上来 我去捡旧家具 我也像男人一样搬个东西 都没问题拖个船 生活品质也很高 你想去钓鱼去钓鱼 想拖船拖船 弄士花弄草种个树 我都可以自己干挖个土 可是同龄人呢 我们曾经都一起年轻过 现在十几年过去 就很多 40来岁就已经花盆搬一下 腰就拧了 这个什么也不能 这个不能干 就更别提出生海 拉80磅的大鱼了 一个10磅的鱼都能把它腰闪了 就都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投资健康 也是非常值得的 年轻的时候 或者是趁着你有钱的时候 学一项新的技能 学一个新的运动 学一个网球 学去唱歌 这些投资 是非常值得的 第二呢 就是信用卡债务 一定要小心 现在呢 这个美国人 今天花明天的钱 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了 大家都用信用卡 信用卡确实有很多好处 我也有几张信用卡 我的信用分数很高 800多分 因为我按时还款 那么信用卡呢 它有现金返还 就是像 Discover Card 买很多东西 5%的Return 加个油 有Return 积分 飞行里程 像Chase Bank的那个卡 我就可以经常用 那个信用卡的 那个Credit 就积出来的那个点数 去换飞机票 等等 都非常好 那么这些福利呢 只有你在每个月 还款完毕 才有意义 如果你刷信用卡 就是欠着债 然后呢 你一个月之内 就该还款的时候 没有还款 利率就非常的高 我们正常现在贷款利率 现在已经是历史新高了 比如买房都已经突破 8%的利率了 可是在信用卡 你还不上的时候 你从信用卡做的这个 短期的借款的利率 有的最高 可能达到20% 所以就说 你签100美元 你要还人家120美元 这就意味着 这个每一美元 就要额外的支付20% 你不要小看 这个信用卡的债务 多了之后 你就发现 由于你没有 未雨筹谋 做好计划 你要多付20%的 这个信用卡的债务的 这个还款的 这个多余的钱 是非常糟的 这样的一个地友 所以呢 不要欠信用卡的债务 因为你要还很高额的 这个利息 钱存好了 未雨筹谋 投资的时候 也有一些高风险的 有一些低风险的 有一些呢 钱是放在那可以动的 这些呢 做好规划 这样的家里 有不时之需 需要大别支出的时候 有意外支出的时候 才不会让自己 由于没有选择 或者是做了错误的投资 钱拿不出来的那种 然后这边呢 这个要支付 高达20%的利息 另外呢 这些喜欢逛酒吧的人啊 或者是外面下馆子的人 大家也算计一下 会做饭的人 当然很幸福啊 家里能做出餐馆 级别的水平 下饭馆的次数 要有控制啊 然后点什么 餐厅里 酒吧里 酒水是特别贵的 所以我们偶尔周末 跟家人朋友聚个餐 点那些你爱吃的菜 酒水啊 少点啊 能喝这个白水 越便越好 因为你可能最后结账 发现你付的那个 这个餐饮 100美金的费用里面 可能那个 喝的饮料 达到百分之 这个30啊 甚至更多 这就是你可能 点的这个酒啊 饮料 所以呢 到外面就这个 聪明的点东西啊 当然 这个餐厅老板们 要哭晕在厕所了 你怎么给他们 出这个主意 这个点了菜了 就是酒水的利润 是最高的 所以举办一个家庭 聚会和朋友来交流 可以省下一大笔的 这些酒水的费用 像巴菲特本人 自己就是从来不喝酒 然后呢 老头子也很知道 省钱的办法 人家这么有钱的 亿万富翁都知道省钱 反而我们这些穷人 经常浪费钱 这个 所以我们要跟人家 这个有钱老头学学 有时候你会发现 越有钱的人越抠门 这是对的 他不这么抠 他不会变成 今天这么有钱 越是穷人 我们越大方 到处请客 喝酒 这一点工资 该存下都没存下 该存下 你想你每个月 存下200美元 就比如说 你喝酒的这个费用 你投资到原始股 或者是买一些 这种可以增值的东西 滚个十年以后 这200美元 变成多少钱 你如果每个星期 省下200美元 这个力滚力以后 到你退休的时候 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所以这些东西很重要 第四 巴菲特也建议大家 不要追最新的电子产品 这些新型的苹果手机 最新型的特斯拉的车 所有的新的电子产品 刚出来的时候 经常都是价格最贵的时候 我自己也发现了 比如说iPhone15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买14 这价格就跳水 你买14里的最高的款 这个容量最大的 其实一样很好用 我自己不会每一个 每一年新手机出来都买的 我平均大概是两年 就电池不行了 或者是跟不上的时候 我才会换 我现在换手机多一点 是因为我的工作 我现在做短视频 很多东西都是用手机 来制作和拍摄的 所以我需要 它作为工作的工具 我会买最新款 以前我都不会 所以巴菲特也建议大家 不要买最新的电子产品 你想一个新款的手机 动辄一两千美金 如果你每年追这个新款 新的手机 新的iWatch 新的什么电脑 新的这个电子设备 永远有新的 包括家里有孩子 玩那个电子游戏机 都非常的贵 你算一算账 你这一年追这个新款的东西 可能花了五六千呢 有可能最新款的按摩器 高档牙刷音响系统 所有这些电子产品 一过期就变成垃圾啊 这就是一个浪费钱的东西 沃伦巴菲特给大家建议 不要买最新的电子产品 昂贵的衣服也非常没意思 就像那个Facebook的老总啊 扎克伯格一样 家里一串灰色的棉T恤 当然他那个T恤质量非常好 非常的舒服 巴菲特和已故的乔布斯 这样的亿万富翁 他们都穿着非常的简单 践行这个简约至上 他们坚持着基本款 甚至重复穿着一款旧衣服 穿个十年 如果你身材不变化的话 完全一个质量好的衣服 穿个十五年 二十年是没问题的 他们这些亿万富翁 已经养成了不把金钱 浪费到昂贵衣服上的习惯 这一点呢 你就会发现越是穷人 越是这个出来诈富的人 买那些奢侈品 几千美金一件的衣服 我也曾经干过这个事 现在不干了 而且我的衣柜里啊 有这么多件 这些贵的衣服 只要我身材不变 我穿个十几年 二十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我也跟着巴菲特的建议 现在不买这些东西 还有全新的车也浪费钱 一辆崭新的车回家就贬值 买二手的比较新的车 一下可以省很多的这个费用 还有一些不必要的订阅服务 可能你会发现这些自动扣款 手机APP 不管是什么看这些电影的APP啦 看上去不贵 一个月二十块 这个二十 那个二十 一个月好像好几百块 不知不觉就出去了 过度的使用护肤品 也会让你浪费很多的钱 我们的女人 左三层 右三层 后来你发现呢 真正的好皮肤 是你的好心态 好睡眠 好营养 这个护肤品差不多就行了 这个几十块 跟这个几千块的化妆护肤品 没有本质的区别 所以呢 晚上经常外出啊 还有一些就是 一些上瘾的东西 赌博的损失 这个 DRAG的损失 就更别说了 赌博呀吸烟啊 这些烟 赌毒 这些都是大家要去戒掉的 所以呢 巴菲特就给了大家 很好的这些人生建议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些 也可以让自己变得 财务稳定和富足 过上平静 又健康幸福的生活 好的听众朋友 由于时间的原因 今天的爱八卦 就到这儿和你说一声 再见了 我们和巴菲特先生的建议 一同共勉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